欢迎回到国民美眼看的节目直播现场 马上来看一下其他的重点新闻 虽然挪威爆炸案和乌托亚岛屠杀案至少造成93人丧生 但是挪威法律最高行情是21年 意味着凶手布雷维克平均杀一人 只需坐82天牢 甚至在七年后每逢周末可以离开监狱 两列火车在浙江温州追撞 纷纷登上海外报章头版 但是中国主要报章都没有显著的报道 四份主要报章的头版甚至是只字不提 好看到的例子的头条呢 挪威发生的爆炸还有枪击事件呢 是震惊全球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主嫌犯 布里维克他站出来说 他坦诚是他干的 但是他否认有罪 因为他觉得呢 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残酷 但是却是有必要的 对不起我不了解他的必要在哪里 自己认为的必要却要了别人的命 我想问一下两位 因为都是媒体人嘛 那你们在处理或者是编辑这样的新闻 大屠杀的新闻的时候 你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是边写边骂吗 还是写不下去了 一般上如果是就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就是一般在处理这类的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会好像是尽量保持那个什么 平和的心情 因为多多少少你情绪都会有一些波动 就因为看到他们这样子 因为你会纷纷不平说 为什么他到底会这样子 不过如果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你深入的去探讨他们这个 这一个问题 他这一个问题所在的话 这是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他们的欧洲人的那个 欧洲的那边的一个社会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底下就来深入探讨 那洪翔本身 我觉得想从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家过去一直有一种刻板印象 例如讲某个恐怖分子 一定是某个宗教 例如讲过去大家一直是认为讲是回教 因为911是奥沙玛背后策划的等等 然后就把整个很直线的 把这个逻辑牵连起来 然后回教就变成一个恐怖的宗教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至少要打破 就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 任何一个他有种种因素 导致这个人变成为什么会有这样 可能我们认为是一个极端的想法 他认为可能他在清理这个城市 所以他本身有一个使命 他认为这样是很残酷的 但是他觉得讲他的使命是伟大的 所以就觉得有必要去做 他有必要去做 那我们在深入探讨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挪威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挪威是在上个星期五呢 发生了爆炸核枪击事件 震惊全世界 32岁的这个凶犯呢 引爆了首都奥斯路政府大楼的爆炸装置 然后呢再进行大开杀戒的行动 直到警察赶到才维持了整个情况 那看到呢现在政府办公大楼四周 两三百米外的街道呢 都被拉上了警戒线 保安非常的森严 而整个挪威呢 是充斥着震惊焦虑还有哭泣的 市民呢在雨中白天黑夜点亮蜡烛 摆上鲜花或者是降半期 来哀悼整件事情的遇难者 那现在呢挪威总理他开始说了 对大屠杀的反应是 呼吁挪威要更民主更开放更人道 但是就没有谈到这个惩罚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质疑说 为什么惩罚是那么的轻 刚才有提到嘛 最高的刑罚呢在挪威是21年 等于说这个真正攻击的凶手 每杀一人只需要坐82天的牢 甚至在七年之后 他可以每个周末出来度假 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这起挪威的惨案 你们觉得对全世界来说 带起来什么样的歧视呢 因为一般上如果是以挪威 这个国家本身来而言呢 就是一般上它是属于 象征是一种比较开放 而且比较开放 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 相对自由的一个社会 对于那个什么北欧来说 可是在这一方面呢 他们也是 这一个事情的发生呢 就产生 就好像产生了一个冲击 对欧洲来说呢 对美国来说也是产生了一个冲击 就是因为他们变成 好像是他们必须要关注的 就是所谓的 我们每次所讲的 domestic terrorism 就是说这种东西就好像是本地的 反多元然后反欧盟的那些族裔 然后就造成整个什么欧洲社会开始就有那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已经产生了一种好像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击 这个意识形态呢并不是好像之所以我们之前所讲的共产主义啊 这些比较片面的 不只形于表面了 现在是属于深入 他们就好像就这一个凶徒来说 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2083年 就是建立一个纯白人的一个欧洲国家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那些人他们就是 所以有欧洲的舆论就认为说 这次的挪威裁案呢将会是一股效应 它会带动起更多地方的一种恐怖袭击活动 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出现 大家就开始归咎于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教育制度问题吗 家庭管理不当吗 还是枪支政党斗争 洪翔你怎么看 就我觉得讲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 是否这个刑罚太过宽松而导致 但是我觉得讲你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原刑 那真的是能够保障说 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吗 我不那么认为 我觉得讲今天这样的一个 他有这样的想法 整个社会种种的原因都有 不能只是片面的看 他是某个宗教的 他是某个意识情调 我觉得不是 而是讲我们要看怎样的一个社会里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我不认为讲说 我们用一个比较严厉的刑罚 又讲判死刑 我不认为讲有死刑的国家 就这类的事件不会发生 对啊对 明白好 那我们知道说这起挪威的惨案呢 带给人们无比的伤痛 也带给我们无限的思考空间 想一想怎么对待身边人 对待整个世界 好 转换情形 我们带你去了解一下 目前在马来西亚 吹起的另一股脚车旋风 来看脚车专题报道 我喜欢踩踩踩车的话 是水球的速度 我喜欢踩踩车因为满足感 给自己 我喜欢踩踩车就因为重生 我喜欢踩踩车因为 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 很刺激 我喜欢踩踩车因为想要减肥 健康 运动 然后追风 快刺激的感觉 实在大城市的你 有多久没有像他们一样 骑着脚踏车 享受凉风吹上脸的感觉呢 脚踏车是许多人小时候的回忆 可是对于这两位脚踏车发烧友来说 却有不同的意义 我是乡村长大的孩子 每个人家里都有脚车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家里 还有一部小小的脚车 是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骑的 然后大了一些 有大一点的脚车 就想到 就看到台湾有一个人 骑脚踏车环倒这样子 就反正被他们启发这样子 我就自己在想 马来西亚可不可以 也是骑脚踏车这样子 环倒一圈 我那时候其实我是想说 买一部电单车 就摩托车 大型的摩托车去旅行 那我一直想一个人去旅行 那是我一直的梦想 可是后来发现说 经费上我没有办法负担 大型电单车的那个费用 结果过后我就想一想 不如我就骑脚车 大概筹备了两到三个月时间吧 期间我就有注写了一些 postcard来卖 就是筹一些经费这样子 就是问题就是 我从Facebook那边 post上去 就问当地人 问当地的朋友 有没有人愿意接触我这样子 如果他愿意接触的话 我就去他们家 所以很多朋友 我去的都是第一次见面的 因为我是从马来西亚去泰国 泰国到辽国 辽国再过越南 越南就去中国 四月一号出发 就是与人街那天 就跟大家开个大碗 下半步 后我用了两个月又十二天 就是七十三天 四月一号 卡莫从吉隆坡出发 一路南下到柔佛 新加坡 再去到关丹 吉兰丹 再到泰国 再从泰国回到双西大年 朗卡尾 冰城 然后再回到吉隆坡 你在中国的话 你跟中国人没有两样 大家都是骑着脚车 比较穷的省 好像广西 广东一些省 大家都是骑脚车 其实 我去到中国 我更自然地骑脚车 因为中国人完全不当你一回事 他觉得是我 我带着这样多脚车的驼包 他觉得我是石破烂 去到一个朋友家 也是奥连费出认识 他就愿意提供 借书给我 是在苏乃普丹尼那边 所以他们 我去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就很热情欢迎我 然后他们还有 还有三个女儿 很QQ的女儿 所以他们就把我 准备了一间房间 在他们房间 他们就拧来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心里很感动 也许你会觉得 这些脚踏车发烧友的举动 很疯狂 可是能够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不是件很棒的事情吗 就好像他们所说的 我们不是那么的伟大 骑脚踏车 纯粹就是自己的梦想 城市人啊 是时候反谱归真 回到最初的自己 如果你和他们一样 拥有脚车梦的话呢 那下一段 你更不能错过了 我们将请这几位脚车发烧友 传输几条秘诀给你 国民面看先进广告 那么再次 我来说